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一个字 它会不会觉得差很多 对啊 太夸张了嘛 这是沟通问题 它们没沟通 可能就是没沟通好 就看名字就好了啦 因为那个相片不一定 如果是一样的话是亲钱啦 那是设计师的问题啦 把两个车站图片摆在一起仔细比一比 位置一南一北 头城车站在宜兰 新城车站则是在花莲 建筑外观光是颜色就打不相同 一个是砖色 另一个是灰白色 唯一比较可能会搞混就是屋顶上吐起尖尖造型 只是头城新城傻傻分不清 让网友纳闷 这设计到底是谁验收的 因为它位于泰鲁阁国家公园的这个 入口的一个重要门户 所以一个设计理念当初是 以门的这样做一个设计的一个概念 跟这个泰鲁阁的一个辖口来做相互的一个辉应 台铁也发出声明 因为民间广告业者粗心大意没检查到 再加上上刊前没把图稿送到台铁审查 才会让民众误会 目前也已经下掉广告 只不过头城新城建筑外观相似度很低 结果台铁自己的广告却搞乌龙 也难怪被民众骂翻 三立新闻黄国瑞旅艳罗佩瑜 宜兰花莲采访报道